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抖然华出 抖然站直 便如全身装上了激阔弹簧 而身子之僵硬快跪 又和僵尸不易 杨潇身刚站起 双脚跨出 咔咔两响 何时夫妇双剑断折 他两脚出脚虽有先后 但迅如电闪 便似同时踏出意外 要知道 昆仑掌门和太冲 已经是最顶尖的高手 武功不亚于武当七侠 和太冲夫妻联手 武林中能够匹敌的只有区区几人而已 可见 杨潇是武林最顶尖的高手 强于他的最多只有几人而已 有意思的是 杨潇还会一门绝技 弹指神通 书中写道 若没派四人抬了被点中学道的同门回来 正带设法替他们解智 只听着痴痴凉响 两粒小石子射僵过来 带着破空之声 直冲二人学道 灯石替他们解开了 却是杨潇一弹指神通反应智识点学的功夫 慧皇要师的绝门绝技弹指神通 那么杨潇自然是桃花岛的传人了 但是 他的师父是谁呢 桃花岛的徒弟只有寥寥几人 陈全峰 梅超峰 冯木峰 曲凌峰 都没有真正的传人 陆成峰武功虽高 但儿子陆冠英资质很差 连不入流的杨康都打不过 怕是念不成弹指神通这种高深武功 至于黄荣倒是也会 但他的几个徒弟比陆冠英还蠢 郭湘会不会不知道 但即便郭湘会了 以杨潇多次砸了梅派场子来说 他也绝对不会是郭湘的徒弟 对了 郭满还忘了一个人 傻姑 只是连上面几个人都脸不成 傻姑就更别虚了 那么 究竟杨潇的师父 或者说师祖是谁呢 看来看去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承英 承英是黄药师的关门弟子 跟随黄的时间非常长 资质也不错 唯一可能 承英才是杨潇的师祖 根据时间推算 承英比杨潇要大六七十岁 那么 杨潇父亲才是承英的徒弟 承英单相思然过没有结果 和表妹诺无双隐居到死 正常来说 承英不可能去收一个男徒弟 即便他已经四五十岁 那么 比较可能的是 承英晚年收养了一个男童任作徒弟 将所有的武功传授给了他 有意思的是 杨潇姓杨 杨过也姓杨 这么巧吗 也许 这同郭湘给徒弟取名风铃师太一样 这还是对杨过的一种怀念 就是是承英将这个孩子改姓魏杨的 还是纪念杨过 这个男人的儿子 就是杨潇 杨潇正是桃花岛的传人 武功才如此之强 扎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今天解放军百万大军 能不能打过一个栽培人 扎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六十三期 为什么成年的黄荣变得很讨厌 角色转换了 扎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六十二期 玄冥二老武功这么牛逼 为什么还要做人家的打手 扎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六十一期 周芷若 究竟爱不爱张无忌 爱得很深 但心机太多 扎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六十七 为什么段正纯的女人都是变态狂 她自己就是大变态 扎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五十九七 金科 竟然是个不会武功的大骗子 扎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五十八七 第一次见面就花了几千万 郭靖炮上女神黄荣不惜血本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五十七七 黄荣为什么爱上郭靖 黄药师这个爸爸没有当好扎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五十四七 中国武术最牛的点学术 其实是大忽悠 扎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五十三七 为什么郭靖的徒弟会这么坏 大五小五后人骗了张无忌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五十二七 为什么武功扎扎克正被称为大侠 这老头子比郭靖还侠意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五十一七七 龙珠中 为时将孙悟空一个人送到地球 扎扎地球人不是对手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五十七 为什么说没有小龙女 杨国一定会取怒无双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十九七 为什么从正人君子变为变态 林平之北岳不群毁三观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十八七 为什么大侠红七宫如此伟大 却打了一辈子光棍 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十七七 以人类目前的军事能力 能否阻挡星际争霸中的重组攻击 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十六七 为什么教处二中的迈克尔 一定要杀死哥哥夫雷朵 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十五七 为什么水深开始仇恨厌恶银松迪云 后来又爱上他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十四七 原来电影《国产007》有这么多名枪 最厉害的是乃之 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十三七 如果还有三天爆发生化危机 你有五十万元会做什么 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十二七 把约炮当爱情的马春花 她是最傻最淫荡的女人 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十一七 南慕容为什么这么菜 慕容副七十比一登大师 还强撒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十七 迪云爱的究竟是七方还是水深 当然是七方撒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十九七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段水流大师兄怎么打败四大高手的 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十八七 周伯通 为什么不愿意和英姑一起生活 她是天才白痴 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十七七 岳部 群这么下贱 为什么相处三十年的岳夫人看不出 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十六七 英姑 为什么喜欢周伯通 姬和少妇唯一可以遇到的男人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十五七 康熙 为什么这么喜欢为小宝 两人是平等的朋友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十四七 狭特行中的白阿秀 如何能够准确分辨识破天兄弟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十三七 为什么欧阳峰和嫂子思通 绝对是因为珍安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十二七 为什么说七方配不上敌人 他是爱慕虚荣的扎女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十一七 侠客行的年代究竟是什么 是明朝中后期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十七 令狐冲为什么会败给林平之 其实是月灵山败给了自己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十九七 杨过爱上小龙女是因为恋慕 一直喊姑姑 而不是龙儿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十八七 杨过小心眼的又易立正 他黑了大侠冯莫封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十七七 马春花究竟有没有告诉丈夫徐仁 他被戴了绿帽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十六七 为什么王重阳不娶林昭英 他为了事业不愿意过同南申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十五七 竟那么蠢 为什么能成为超一流的高手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十四七 为什么郭靖黄荣 不把九阴真经传给郭福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十三七 曾经非常垃圾的华山派 为什么在碧穴剑中这么牛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十二七 龙门标局 都大秦比斗得还冤 快递员工作失误的下场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十一七 天龙八目的天下第一隐人 原刑竟是金庸表兄徐志摩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十七 为什么张三丰不去追求郭湘 而宁可做百岁处男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十九七 林远途武功极高 为什么子孙林震男和林平之极菜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十八七 完颜洪烈 是超级接盘侠 为什么对情敌的儿子这么好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十七七 金庸书中的福建人 经常被灭门 大师可敏人有仇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十六七 一垃圾中的战斗机 江南七怪真的很菜吗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十五七 女人都是骗子 小赵究竟有没有欺骗张无忌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十四七 为什么蒙古第一美女赵敏 会爱上傻头傻脑的张无忌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十三七 为什么灭绝事态那么仇恨凝叫 恋人被杨潇害死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十二七 张翠山为什么要自杀 因为妻子是变态杀人狂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十一七 为什么黄冗结婚以后 黄药师离家出走 几十年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十七 为什么四个人恋了葵花宝典 只有东方不败变成人妖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九七 陌生故 为什么一定要抓宋天书 因为宋是变态偷窥狂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八七 段玉最后取了木碗星 钟灵吗 这是白日做梦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七七 为什么练了碧结研法后 只有临远途没有称变态狂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六七 为什么郭靖和龟心术的徒弟都是渣渣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五七 因为二十年内找不到杨过 郭祥才大彻大悟出家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四七 田归龙 为什么没有骗到宝藏地图 玩感情套路玩过头了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三七金庸书中最痴情男人是谁 答案你绝对想不到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二七 为什么一百元可以救命 国产007的时代这钱 就是这款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第一七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萨杀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